欢迎来到Delta Mooges 今天科学史的部分将会介绍氢原子模型 我是此课程的授课老师刘宏奇老师 今天的课程大纲有三点 第一,原子模型的发展 第二,氢原子光谱 最后我们将会讨论波尔氢原子模型 在上一部影片当中 我们已经讨论了从原子到里子布地模型 以及行星模型的部分 拉瑟福发现原子核之后提出了行星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仍存在着一些缺陷 电子若像是行星模型中烙着带正电荷的原子核 将会越来越靠近原子核而发生原子崩溃 而且在过程之中所发射的连续光谱和当时的原子光谱实验 数据是不符合的 究竟该如何解释科学家所看到的实验结果呢 是否有更贴近事实的原子模型吗 先前提到的光谱 在19世纪科学家弗朗赫菲研究太阳的光谱之后 他也发现了原子有各自的光谱特征 例如将气体放入玻璃管之后再接入高压电 就可以看见气体放光的现象 而且不同元素将会发出不同波长的光 像是霓虹灯就是将奶气放入玻璃管之后 在高压电下所发出的霓虹色的光芒 当科学家研究氢原子光谱的时候 氢元素在高压电之下发出的光 在经过三人镜之后我们去分心波长 就可以发现在可见光的区间有不连续波长的光 像我们在图上所看到的 656 486 430 410奈米的光 为什么是不连续的呢 为什么是这一些数字呢 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1885年瑞士有一位数学老师巴尔默 他看到了前面所提到那些波长的数值之后 他思考着这些数字之间是否有规律 并且想要把这一些规律性找出来 于是经由归纳之后 他得到了一个公式 只要将其中的N值以正整数 3 4 5 6等等带入 就可以得到氢原子光谱的波长 而这一个公式也被称之为巴尔默公式 虽然只是数字上面的规律 但也让后面的科学家 有了更多的线索去解释 氢原子光谱 在相信的年代中 瑞典科学家瑞德博研究碱金属 认为在同一组的元素中 元素的光谱可能会有所关联 也尝试寻找这些波长之间的规律 但是所写下来包含两个正整数N的公式 无法解释这些碱金属的光谱 当瑞德博看到巴尔默公式时 此公式可以表示 氢原子光谱中可见光波长的规律 瑞德博比较了自己的公式 似乎有相近的地方 发现巴尔默公式 就是他自己所写下的公式中的一个特例 就是当N'为2的时候的情况 事实上也有资料显示 当初瑞德博会写下该方程式时 也有可能参考了巴尔默的公式哦 丹麦物理学家波尔 是后来将原子结构 原子光谱 以及瑞德博公式 连接在一起的科学家 1922年也因为了这些贡献 而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奖 波尔也与拉瑟福曾一同共识过 想要去解决原本拉瑟福 行星模型中的一些缺陷 随着20世纪 科学家对于电磁波有更多的研究 也找到了轻原子光谱 在紫外线以及红外线的一些谱线 并且这些谱线都符合瑞德博公式 这个公式也让波尔去思考原子内的样貌 在1913年 波尔提出了轻原子模型 而且用这个模型去解释 轻原子光谱和瑞德博公式之间的关系 接着也在另外的两篇论文当中 讨论了原子的构造 分子的构造 而后人也将波尔在这一年 所发表具有影响力的这些论文 称之为三部曲 Trology 在波尔的轻原子模型中 为了符合实验数据 它假设电子角动量量子化 而只能在原子核外特定的轨道上运动 事实上 这也是波尔的模型 为何恰好可以符合实验的观察 因量子力学中氢原子的电子 其角动量确实受到量子化的限制 另外 当电子从远离原子核的高能阶 要牵制较靠近原子核的低能阶之时 将会放出电磁波 而能阶之间的能量差 与所观察到的光谱波长符合 而当初巴尔默 瑞德波公式中的正整数N池 也和电子要签过程中所牵涉的能阶有关系 这样的模型 确实透过瑞德波公式去解释了氢原子光谱的波长 科学家为了纪念巴尔默 即它找到公式中的规律性 故将其中的可见光区称之为巴尔默系 随着科学家对于电子有更多的研究之后 以及波尔解释了瑞德波公式所涵盖的意义 在不同的光谱线段中 科学家找到了其他的谱线 像是1922年以及1924年的谱线 但是波尔的氢原子模型仍然有一些限制 波尔的模型只能解释氢原子光谱的数据 当遇到多电子原子的情况 无法解释其光谱的数值 也没有更适合的模型 事实上更正确的原子模型 需引入量子力学来描述围观粒子的运动 以解释原先波尔假设 角动量量子化的部分 以及其余相关的概念 即便如此 1913年波尔提出了这有影响力的千因子模型之后 为了纪念波尔 科学家将周期表中107号的元素 命名为波波瑞远这个元素 谢谢你们观看今天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